大家好,我是 Scott Field 今天我和 Ming 出來 我們去哪裏? 去看這裏相展 看 M Plus 的相展 去學習大師的傑作 出發之前記得 Like 和 Subscribe 頻道 和按鈴鐺 可以支持我,去多些不同的地方介紹 拍片給大家看看 經過這條行人通道 發現了些東西 我們來到這個傳說中 維修的陣 聽說不讓黑衣睡 所以就留下這些陣 一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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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買的飛 現在出發 在機座裡的展覽廳 即是在香港故事的展覽廳 現在出發 北京只有在香港下 有些人所玩的 嘗試是太多的 展覽廳 展覽廳部長 有很多大師作品 例如 Robert Frank Bernson Eastern Adam 等等的作品 香港也有 何饋優良 等等的人民攝影 展覽廳 我展覽的照片其實都不是以人物作為分類,而是以風格作為分類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不同大師怎樣去演繹同樣的風格 例如街攝怎樣玩,拍沙龍怎樣拍,灰街怎樣營造等等 給我觸動的是,展覽裏面的照片大部分都是用銀眼印的,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尤其Eastern Adam那些風景相,真的很誇張的美得,每一張都是一種工藝品 用放大機拍的照片只有肉眼看才能看到那種美麗,那種令人感動的灰街那種色彩 灰街和黑白的強烈對比,能夠同一時間在照片中出現 用數碼機翻拍,只留下死黑,拍出來的只有照片的內容 拍不到那種美感,失去了工藝的部分 展覽裏面有少許噴密印出來,但一看就看得出,離遠就看得出,因為質感差很遠 所以令我想起,Biamme的機械複製時代的那種複製品,尤其是攝影術 令到藝術室去靈光,其實我不太認同,因為在當時代每一張放大機印的照片 其實那種質感,那種技巧,藥水分配,黑放的技術 其實已經是一件工藝品製作,相反噴密打印,很粗糙的數碼打印 其實就可以套用機械複製時代,在那個時代我覺得將來都是工藝品 然後剛剛看完黑白展,現在就去看看二樓,因為Bama標準無權 在於駭複製時代酒所關於駭複製時代,因為我最常跟駭複製時代 在駭複製時代,做藝術幽製時代,最常跟駭複製時代 在駭複製時代,對方認為能夠選擇 我記得經常跟朋友說過陳偉剛 有一句說話提及過 其實攝影都是看誰按快門 我按便是我的,你按便是你的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揭攝其實不是一種創作品的過程 它更加像是一種屬於紀錄的藝術 但今次看完這個攝影戰 發現一些大師把這種攝影術工藝化 把每一張拍到的照片變成藝術品 其實就像一個圖藝師用手去製作一件圖像一樣 感覺跟數碼機拍照數碼打印出來 已經完全不同 兩個時代兩樣東西 讓我感覺到一種閃影的靈光 今天行程的最後一站 我們去到波波池 拍照 跟誰在走 一隻 砍影 一隻 拿牠 一隻 一隻 歓 群 今次的行程到此為止,我認為8-2元是值得的,不過是紀念品店想買一些東西,但沒有收穫,全都是 Maglum 的東西, Maglum 印的相片,價錢不貴,但印出來沒有想像中好看,原本 Booth Gilden 的書,小小本,約100元,也有很多經典相片,但 Booth Gilden 又不是興趣很大,最後甚麼都沒買了, 富士家除了跟 Ming 出去,也帶了女兒去深圳動物園玩,餵老虎,不過沒有拍照, 最近一次跟 Peter 拍花,下一部影片將會展示給大家看,那天會用了 Leica 90mm 的長焦鏡頭拍花,如果有興趣,歡迎按讚我的影片,多謝大家收看,拜拜!